我們這個條例全稱是叫做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訂定協議處理及監督條例 在過去半年時間裡面 我們已經折成相關部會 分別訂定了兩種跟兩岸協議有關的審查機制 一個就是所謂的四階段對外溝通跟諮詢的機制 另外一個是國家安全審查機制 這兩個機制基本上都是行政命令 我們在兼顧各種因素之後 一方面是社會大眾知的權利 以及希望能夠參與到監督的期待 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希望未來兩岸協議的簽署 仍然保持有一定的行政權的空間 跟在效率上面的兼顧 所以我們制定了這樣的條例 就是把四階段的機制跟國安審查機制 把它納入到同一部法案裡面 就是今天我們所講的監督條例 這個條例今天的院會通過之後 我們希望陸委會以及相關的機關 我們都能夠積極與立法院的朝野黨團溝通 來爭取大家的支持